Hello 大家好 我是TD Carnival的Yuki 今次想和大家介绍的是 这种新手必做的头裤 还可以做一些 给大人或小朋友过新年 是一种简单 而充满智日气氛的 小饰物 而我们另外还有一款 猪肠的兔子头裤 如果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在我的playlist 找到它 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吧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就是两块面布 和一条橡筋 首先将它们面对面对齐 记住如果有图画的话 就要小心跟回那个方向 我们用夹子夹住其中一边之后 就可以在车衣机上 车了这一条边 是0.7cm缝份的 之后我们就将它头尾对接 然后就在其中一边 中间的位置做一个记号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 待会放橡筋的位置 所以我们待会留一个 开口位置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一点左右 画多2点 0.7cm的记号 这个开口位 就将会有1.4cm 记住 这个位置 我们就不会车迈它 在其余的位置 我们画一条直线 0.7cm缝份 除了这个开口位之外 其他位置我们就车一条直线 就在车完这个位置 我们将这个缝份 翻开 然后烫一烫它 我们烫开了这个缝份 就方便待会 我们进一条橡筋 就不会失住了 这些布也不会 在某一个位置 凸凸出来 那就不要看了 大家留心我怎么接法了 下面那层包裹着上面那层 接着我们用个夹仔夹实它 记住不要将底层的布 都车在一起 我们待会就会在衣车 将它车一圈 我们现在慢慢留心 是怎样可以车到一个圈 而不需要再有缝口 车了几cm之后 我们就把它拉一拉布 记住搭好布 不要将内部的车 然后再车 一直这样拉和车 直至所有的布都差不多完成了 但最重要是留一个反口位 否则这条猪肠 就不能返回正面了 未订阅我们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们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定期都会有新片介绍给大家 记住 记住我们要留下 大概5cm 左右的反口位 我们现在就可以将这条猪肠 反到正面了 其实这个动作都挺有趣的 刚才明明我们摺了两摺 但最后是可以变成一个圈 都挺有趣的 我们整理整齐之后 就可以先烫好边位 在烫这一个部分 大家就要慢慢用心地去做 因为我们稍后会在左右这两边 去车一条明线 如果你烫的时候 烫到揽成一块的话 最后车出来都不会太漂亮的了 我们找回刚才开口位的位置 用手缝的方法 床针布 把它缝合回开口位置 现在我们将布对接 找回一个中间位的位置 我们就在这些记号上 画一条直线 大家可以看看我如何画这条直线 是不够0.7cm 我只是用了0.5cm 我只用了0.5cm 所以到我进入橡筋的时候 就较为困难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可以预计0.7cm 在左右 那待会 进入橡筋的时候 就会较为容易了 到大家车的时候 记住 就要隔开这条直线 并度转较远 才可以足够0.7cm 而且这次我们不需要留缝分 我们现在就在圆边左右 再车两条明线 大概0.2cm 左右 车这两条明线 其实都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两条明线 你不会感觉到它好像荷叶那样 有些皱洁的位置 那效果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所以我们转这条明线的时候 也不能转得太入 如果不是 效果也没有那么好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些穿橡筋的工具 或者扣针 把这条橡筋放在这个洞里 把它穿过去 记住在底部 我们要放一个小夹 让它不好穿到中间的时候 走进去 不然我们就很难找它回来 穿好之后 大家可以放在手上 看看那个松紧 看看自己想要的松紧程度 那就再去决定绑那个结 我们将多余的橡筋剪走 如果大家想缝合那个开口位 也可以的 最后我们将这个荷叶的橡筋位置 慢慢地拉平均 令到它的形状更漂亮 我们这个荷叶的发圈就已经完成了 大家看看我们的全家福 你看看配襯不同颜色 就有不同的感觉 你看看自己喜欢什么的配襯 好了 我今天的介绍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你都喜欢我们的介绍 记得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大家 拜拜 by bwd6 by bwd6